我一生所求 唯有权是儿子 没有我们这些倒霉倒霉的商人 天下就太平了吗 公主整日揽金自照 自然是看不见百姓金 战争不可避免 做人要顺势而动 方能成就大业 为了大业 我没什么都可以牺牲的 人活着就算把不可避 变成可避 以为你抓到他 就可以威胁我 我吕不韦截然一身 分眼向前 就算头破血流 你绝不合法 完全不给自己留半条退路 别在说 出事途中 公主教遗徒杀我灭口 这话这么追究吗 这恨 致死方兄 吕不韦与您谈的是笑声 吕花耀夫人谈的 可是最恨动天下的大声音 你当他心愿达成之际 并与夫人共享天下 我在秦国等你 这就是刚刚开始 我要照顾大乱 都我 都我天翻地覆才行 我不喜欢受人要挟 王上空 在咸阳宫内 还等着您主持大局呢 即刻封锁咸阳宫 那吕不韦 本是商骨出身 如今却成为了秦国的相邦 我 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便要成为他的棋子 可是风水轮流转 谁又知道陈兰棋下到最后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但凡我想要 解决我 能 needed 啊 asu 我 怎么认为 不得逃 你 都 الد 你 太了不起的任务 也愿指引 你已经是清朗了 吕不韦曾经的文章 新阳的百姓 听闻他有离开 全都自发的前来送行 吕不韦吃炸大秦二十年 大兴以兵之等 内安朝政外攻城市 尽得大兴百姓之行 即使刀锋可以动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